第一届国产毛衣皇后选拔 于去年12月20号到29号 在台北市中央酒店举行 参加这次竞选的小姐有32位 在选拔的过程中 美人要分别穿着便装 运动装和晚礼服出场三次 评审委员根据候选人的仪容 身材 机制 以及个人穿着毛衣的设计 编织和色彩加以评分 经过初选和复选 一号朱建丽 七号石美倩 二十号黄雅梅 二十二号罗平秀 三十一号孙维仁获得参加决选 他们之中 朱建丽和孙维仁是学生 石美倩和黄雅梅是时装模特尔 罗平秀是电台播音员 决选大会 决选大会是在二十九号晚上七点半中举行 这五位小姐除了分别穿着毛衣便服 毛衣运动装 毛衣晚礼服三次出场接受评审之外 并且还出场做三分钟的演讲 以考验个人的机制和口才 最后朱颖英当选为毛衣公主 石美倩当选为第一届毛衣皇后 其他四位当选为毛衣小姐 选拔会名誉会长何应钦将军 主持加冕典礼 这一叠开生命的毛衣皇后选拔 就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